就是这张照片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 拉近看就能发现 坐头巾张大的嘴巴中水花四件 有着海豹却面带无辜地坐在其中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仿佛在说我是谁我在哪里 看起来惊悚 不过别担心海豹不是他的菜 这是坐头巾正在把海豹吐出来 类似的难兄难弟还有他 每年9月美国华盛顿州 与加拿大卑狮省海豫 鱼群都分外肥美 吸引许多坐头巾前来进食 不过别看坐头巾体型大嘴巴大 他们只吃小型鱼类和鳞虾 喉咙也只有一颗葡萄有大小 因此一旦误吞海鸥或比较大的动物 就会卡住 必须实尽全力咳出来 也算是相当辛苦 民事新闻曾若琪综合报道